那么在花言经里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我们就看到 菩萨这里所说的是三地菩萨 那是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他参访到 喜目观察众生夜神 那么这位是三地菩萨 发光地 他是怎么说呢 经文上这样讲 佛子我而是得入普玄道 了知十法界一切差别 这佛子是称善才童子 这位喜目观察众生主夜神 他对善才童子是这样开始的 他说我呢 得入了普玄道 就是入普玄境界 入了普玄境界之后 就了知十法界一切差别满了 十法界的一正庄严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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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万花筒 一转动起来 那是各种各样的花纹 一切的差别 它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们转动它 实际上它没有 它是一种幻象 那我们了解这个原理 我们就能了知万花筒的原理 看到好的 我们也不会起贪爱 看到不好的 我们也不会起称慧 不会起害怕 心抱持如辱不动 这才能见法界宇宙的真相 那么贤理论 它还有一些 很有意义的结论 值得我们在这里 联系华言经来做个探讨 那么贤理论 这样认为 他们说点粒子 内部的空间 不是三维的 很可能是多维的 那这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你看 基本粒子 这个三维空间里的基本粒子 它由这个弦来震动产生 而这种震动 又是高达十维的空间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明明是在三维空间里 看到它的 和以它内部有多维持的空间 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能够了解了 比如说 我们随便拿一支笔 那么这支笔 是一条直线 大家看到 那这支笔呢 是属于二维空间 在这二维空间里面 为什么是二维空间呢 因为它有啊 这个直的这个方向的 那么也有啊 它这种啊 这个周边啊 它的这种直径啊 它是有一维 它有厚度 实际上呢 它是二维 它有这个竖的一个面 还有呢 横的这一面 但是因为呢 我们这么一看呢 好像就是这么一条直线嘛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 一维的直线 所以我们观测到的 这支笔啊 好像是只是一维空间 它只有一个 一条直线而已 这叫一维 可能就忽略了 它那种啊 宽度 所在的那个 很小的空间 就忘记了 它是个二维空间的物体 原因是因为啊 它这个 它这个宽度啊 是在退缩到 很小的一个点 啊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看不清了 不容易发现 那我们用这种啊 逻辑啊 去想象 在这个空间里面 这些点粒子 我们所观测到的点粒子 是属于三维空间的 但是呢 可能有一些啊 更高维持的空间啊 就卷缩在啊 这个点粒子内部 我们可能啊 观测不出来 它真的有 只是呢 它太微细了 我们呢 没有办法去测量 很容易就忽略掉 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啊 啊 这空间有两种啊 一种呢 是生长到无限大的 这个空间 啊 就像我们这只笔 它往这个方向生长的 那是可以啊 很长的 那还有一个空间呢 是卷缩的空间 很小的 啊 这么一个小空间 不容易观测到的 啊 那么假如这个 这个笔啊 现在很粗 大家能够想象出来啊 那假如它变成一根头发 啊 你拔了一根头发 啊 它很长 可是呢 它的这个横前面呢 很细很细 那你只是把头发 当作是一维空间 你没有想象出啊 那个头发 实际上是二维空间 甚至是三维空间 啊 所以 在这些基本粒子内部啊 卷缩着有多维持的空间 这个我们可能啊 都忽略掉 那么它卷缩的空间呢 有多大呢 科学家们推算出来 这是他们用数学推算的 是有多大呢 是所谓的布朗克长度 就是十的负三十三次方厘米 也就是零点零零零零零零 总共三十三个零一厘米 这么小的一点点 这叫布朗克长度 那么这个长度只能是计算出来的 完全是一个数学概念 因为呢 我们现在啊 最精密的测量仪器啊 都无法测量到 这么小的一个单位长度 但是啊 就在这个这么小的单位长度里面呢 居然呢 卷缩着有多维的空间 这个不可思议 如果没有卷缩到卷缩这些空间在里面呢 那就无法解释 弦震动啊 如何在十维空间里才能得到满足 那么很多的理论 在我们日常所观测到的三维空间里面呢 会产生矛盾 但是呢 这种矛盾呢 当我们把空间提升了 变成高维次的空间的时候啊 他就得到统一了 就能圆融起来 那么 因此 我们如果用三维空间的观念 来去想象这个宇宙啊 往往会想象出片场 看不到啊 事实真相 那么就好像啊 佛法里面讲的 我们如果有妄想分别执着 三维空间怎么来的 四维空间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 科学家们呢 用思想啊 你看中国的文字很有智慧 这个思怎么写 上面一个田 下面一个心 心上带了田了 就是等于什么呢 你心上面画了格子了 一格一格的 画了四个格 就是四维空间 啊 那就变成思 那你用思 用想 想是什么呢 心上有个像 像是你所能观测到的东西 你把你所能观测到的东西 作为啊 认识的标准 作为真相 那也往往会出现片场 可能真的把真相给扭曲 所以思和想啊 这是会误导的 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假如说 我们呢 现在呢 通通啊 都生活在一个二维空间里 二维空间 就只有一个平面 比如说一张纸 就是一个平面 那么加上高 它才有三维 那么假如我们现在 通通变成二维空间的生命 那我们呢 就观察 比如说呢 观察呢 一个人的脚印 踩在这张这个平面上面 留下这么一个脚印 我们二维空间的生命啊 因为想象不出三维空间的物体 是什么东西 只能通过二维空间的这些形象啊 去推测 他想哎呀 这个人的物体 怎么是这么样一个形状呢 一个小闭合的圈的这个形状 他怎么想也想不出啊 这个这个印啊 其实是个鞋印 那鞋上面还站着一个人 他根本想象不出来 又比如说呢 假如说他看到了 这个一张桌子的四条腿啊 印到这个平面上 四个印呢 好像是完全隔开的 这互相独立的四个东西 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啊 居然这四个互相独立的东西啊 在二维空间里面呢 原来在三维空间呢 是一个整体 是同一个桌子 那那所以啊 如果执着于啊 这个低维度空间的观测啊 往往会收到啊 收到这个误导 真的是变成战二金刚 摸不着头脑啊 怎么想也想不出 那个高维空间是什么东西 所以实际上呢 当我们把我们的心量扩大 不要只是执着在四维空间 三维空间里头 把我们的这些格子啊 这些心理的像啊 通通的放下 让自己的心啊 变得平静 变得呢 完全没有啊 时间空间的格爱 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不起心不动念 那个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啊 体会得 宇宙这个统一的整体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不能看这个整体啊 印在我们这个二维空间 或三维空间里头的这种现象 而是要把它放下 来观测整个整体 那这个整体 佛法里称为叫法身啊 所谓 十方三世佛 共同一法身 我们 全部人 全部众生 称为十方三世佛 三世 包括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已成的佛 和现在已经成的佛呢 固然是佛 那我们众生啊 是未来 知佛 将来要成佛 那十方 三世啊 一切佛啊 原来 共同一个法身 这佛告诉我们的真相 当我们把 这个维度空间啊 提高到无限次的时候 原来呀 无限次的空间里头 不仅是十法界啊 十个空间啊 无量无边维持的空间里面 所有的众生 都是这一个法身 印在这个空间里头的物体 所谓 所谓众生啊 我们真的 整个宇宙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 那佛真的是 他挣得圆满的智慧啊 他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了 如果他不告诉我们 我们是怎么想 也想不出来啊 就好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假如你在一个二维平面空间上面 看到有四条腿的 这个桌子的印 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它是一个同一个桌子的那个印 因为我们的概念中是有二维空间 假如突然间呢 二维空间里有一个大智慧的小生命 告诉其他的二维空间里的生命说 哎呀 你们不要在那里胡思乱想了 也不要在那里做什么研究了 告诉你 这四条腿的印啊 是同一个桌子 同一个整体在这里落出的印 那这个有智慧的小生命呢 就好比是二维空间里的那个佛了 他正得圆满智慧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更高维次的生命 更高维度的宇宙 所以呢 他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 结果我们大家听不懂 越听是越迷惑 整部华言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真相 结果看了之后呢 还是战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反而会提出种种的质疑 老是用我们这个二维空间的那个执着 分别来去驳斥人家 那个大智慧人 他们的观点 那你看这样真的是要可怜啊 所以我们说要有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不是说执着在我们现在啊 这么样局限的范围当中 去观察宇宙 而是要拓开心量啊 接受新观点 新事物 虚心学习 认真的考证 这才是科学的精神 那么华言经里面 他有好多这方面呢 所谓多维空间呢 这种描述 而且呢 这些华藏世界的大菩萨 不仅能够见到啊 这些宇宙人生的真相 而且能够啊 在无量无边的这些空间里面呢 现身呢 在华言经如来现象品第二里头啊 是这样说到 至身能辨入 一切差微尘 见身在笔中 普见于诸佛 如影现重畅 一切如来所 欲比一切中 息现神通事 那么这一篇经文 给我们描述啊 大乘菩萨 这是大菩萨 他能够怎么样呢 至身能辨入啊 这个至身是智慧神 也就是什么呢 他的法身 他的薄弱智慧 所谓啊 所谓啊 发生 啊 这个薄弱 泄脱 这是一体的 他能呢 变入 一切啊 差 微尘当中 就一切世界里面的 基本粒子 所有的基本粒子啊 他通通能入 啊 那么现在科学家 计算出来 我们现在所处的 宇宙啊 能观测到的范围之内 有多少威力呢 啊 基本粒子呢 有十的八十次方 这么多数目的基本粒子 你看 他都能入 而且他是一切差 就是一切 这样的世界的 这么多的 所有的基本粒子 你看 佛和大菩萨 都能够啊 进入 啊 都能够在里头啊 现身呢 在这个微尘里面呢 有世界啊 在这些世界里面呢 又能见到诸佛 啊 那么这是属于啊 信德的作用啊 当 我们呢 放下妄想 分别执着的时候 这个信德啊 就现前了 实际上 这种能力 每个人都有啊 偏偏我们现在呢 执着我们这个色身 身体 以为是自己 不了解自己 有一个质身 啊 所以啊 就不能够 变入啊 一切差 微尘世界里了 那佛跟大菩萨 他明了于做真相 他不执着于一身 所以他能 现了一切身 变入一切的 佛国土 这里讲啊 如影 现重叉 这个如影 就像一个影子 影像 像我们照镜子 镜子里呢 有我们的影像 这个影像啊 他能够变入一切的世界 变入一切的空间 到一切如来所 在这一切如来所中啊 细现神通事 那我们呢 每天照镜子啊 可以呢 去看看 啊 试验试验 我这里呢 也拿了一个镜子来 那么这个镜子啊 就是很普通的啊 我们的镜子 那么呢 我们呢 假如说啊 对着前面的摄影机 前面摄影机呢 下面有一个电视屏幕 我们对着这个屏幕 大家仔细看呢 我手上拿的镜子 镜子里面呢 又有我 啊 那我呢 镜子里面的我呀 又拿着镜子 啊 那个镜子里面又有我 又拿着镜子 啊 这是什么呢 层层无尽的空间 就现现了 啊 这空间怎么现的呢 如影现重叉 啊 这个叉子的空间呢 像 这个镜子 对这个一对照啊 哎 这个 现出了无量无边的空间 啊 因为我们现在眼力有问题 啊 看不住 看不到最深远的那个空间在哪里 实际上啊 理论上是无量无边的 啊 那 你看 我有没有入这些空间呢 有啊 这镜子里你看 有我的像啊 这叫什么呢 置身能变入 啊 变入就是我这一身不动 可是呢 我已经引现在不同的世界当中 每一个空间里都有我 啊 我在里头现身 啊 我在里头说法 啊 我在里面呢 供养诸佛 啊 普度众生 佛菩萨就是这个样子 那他自己有没有动啊 没有动 啊 他没有说真的进到那个世界 没有 这个世界是影像 啊 啊 那这个 你们大家只要啊 回家拿两面镜子 啊 这样一对照 你就能够看到这种现象 啊 所以啊 里面的像 是现出来了 你真的看见了 可是 问您 那个像是真有呢 还是假有呢 啊 你说他假有啊 那你真的看见了 你虽然真的看见了 可是你又得不到 它是影像 啊 波若经上说的好 一切法无所有必尽空不可得 啊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宇宙啊 就是这样子的 都是影线啊 啊 看着这个影子啊 你把它执着成真实 就在里头啊 啊 迷惑造诣 啊 就好像呢 这个 在镜子里面呢 啊 看到有 有一个人 啊 你以为那个人呢 啊 是你的死对头 啊 你对他 这个 怒眼圆真 发现他也对你怒眼圆真 啊 然后呢 你跟他 这个示威 他也对你示威 你们俩就打起来了 打来打去是什么呢 自己打自己 啊 而且呢 完全是空对空啊 啊 无有真实 真的是啊 古人叹息说 天下本无事啊 庸人自扰之啊 何苦自己做见自己呢 只要放下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你的妄念 这些幻象啊 通通不存在 啊 你就能够见到真实相了 那么 行理论里面呢 还有一个结果 也是啊 令人震惊的 他讲到啊 我们的这个空间 他居然是一种离散的啊 空间 他不是一个联系的空间 这在我们的日常经验当中啊 我们会认为啊 时间和空间呢 是可以无限分割的 你这个时间 一天可以分24小时 24小时 可以分成啊 每小时60分钟 每分钟可以分成24秒 60秒 60秒 每秒钟呢 又可以往下分 分到毫秒 再往下分 一直分下去呢 是可以无限的 这是我们通常的概念 空间也是这样子 那么科学家们呢 他们所算出来的空间啊 确实呢 不是啊 无限可分的 而是他有一个最小的单位 小到多小呢 空间最小的尺度啊 是10的负33次方厘米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布朗克长度 那么他的时间呢 最小值 是10的负43次方秒 这是我们 能得到的最小的空间值 和时间值 再不能往下分割了 因为呢 再往下分割的时候啊 时间和空间啊 就已经融为成一体了 你就判断不出来 哪样东西是时间 哪样东西是空间 这个时候啊 就进入了10维度的空间 时间实际上也是第4维度的空间 它也是属于空间 那么一直分到最小的时候啊 就进入10维度的空间 那么10维度的空间到底还能不能够再往下分呢 再往下分我们是不能够去理解了 但是呢 科学家认为啊 很可能 它会有一个终结点 就是呢 有一个最小不可分割的值 就不能再分割了 那么 这这种理论呢 就可以呢 解释了 比如说 有一种现象 叫做量 粒子能量的不连续性 就是呢 科学家们发现 基本粒子的能量发射 它不是啊 连续不断的往外发的 而是什么呢 一份一份的啊 一下子出于一份能量 再一下出于一份能量 中间是有间隔的 嗯 那么 只有啊 在 这个空间 有最小不可分割单位的 这个前提下 基本粒子的能量发射 才会存在这种不连续性 要不然你解释不清楚 这是科学家们呢 提出的啊 也是弦理论呢 其中的一个成果 那么我们呢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想象 既然空间呢 有一个极小的值 不能再分割的时候 啊 那么呢 我们这个宏观的空间呢 实际上呢 是由这些极小极小的空间呢 在拼凑组合而成的 而空间与空间之间 啊 假如说我这两个圈啊 是一份空间 最小的一个空间 不能再分割 这里又是一个最小的空间 他们互相的拼合在一起 啊 很多这些啊 微小的空间呢 组成我们这个庞大的宇宙 那么我们就会想象啊 那空间与空间之间呢 啊 就会有 一个小洞 啊 这个空间与空间之间 因为它不能够连续 所以呢 它之中间会有利缝 就有最小空间与最小空间之间的裂缝啊 啊 就像一个虫洞子一样啊 那么这种理论呢 称为叫虫洞理论 啊 就是呢 假如说 我们能够找出这个最小空间与最小空间之间的裂缝啊 你可以把它用啊 一种啊 很大的激光或者是一种能量啊 或者合变啊 这种能量呢 把它撬开啊 把空间与空间之间撬开 这就会出现呢 啊 虫洞 或者是空间裂缝 啊 那么到底 空 这个最小空间与最小空间之间的 那 那种 我们也称它为空间吧 啊 那种空间是什么样子的 科学家们呢 对这个还没有一个答案 啊 确实是很难呢 啊 那种空间之间裂缝啊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佛经里面了 有没有答案 在 菩萨从都数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 这本经里面 啊 有一段啊 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 我们先把经文呢 念出来 啊 这段经文呢 正好说明了 空间裂缝的原因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里面跟我们说的很清楚 前面我们也讨论了 啊 既然呢 宇宙空间是震动 产生的 啊 这是显理论的中心思想 这个震动实际上就是念头在震动啊 那空间与空间之间 就是念头与念头之间嘛 啊 那么我们来看 佛急问弥勒 心有所念 几念几项时也 弥勒言 举手弹指之请 三十二亿百千念 念念成行 行行皆有时 念己微戏 不可咫尺 那么 这里讲到啊 宇宙的真实相 宇宙怎么来的 念头产生的 所谓啊 弥为一念呢 当我们一起心动念的时候 那就是起了弦震动了 这弦震动呢 就会啊 构成我们整个广袤的宇宙 而且这一震动啊 整个宇宙啊 同时就现前了 那么 念头声乐速度极快极快 弥勒菩萨在这里跟佛报告说 啊 佛问他 心有所念 就是心动的时候 就会有几个念头 啊 念头又会现象 有几个像 又有几个时 那弥勒菩萨说 就举手弹指之情 这很快速啊 我们算他一秒钟四弹指 每一弹指呢 三十二亿百千念 百千是十万 那么就是啊 三百二十万亿个念头 那万亿是兆 三十二兆 这么多念头 那么一秒钟呢 就三十二兆乘上四 四弹指 一千二百八十兆 这么多念 念念成行 行就是我们宇宙 整个宇宙啊 一念就产生 而那么多念 念念都生一个宇宙 所以这是啊 极微细的 不可支持 不可支持是 我们啊 没办法 用思维 想象 能够 得到 所谓不可思议 而念头呢 也不可中断 它停不下来 那么我们就想象到啊 显理论所说的 虫洞理论呢 就是极小空间 与极小空间之间 那个裂缝啊 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么既然一个念头 出现一个宇宙空间 当一念起来 念掉之后 第二念还没升起之前 这念一念之间呢 是有一条裂缝啊 那这条裂缝 是不是就是啊 宇宙空间里的 极微细的 那个空间之间的 那条裂缝呢 这是我们啊 希望科学家们啊 进行探索的 那么佛告诉我们 当前念已灭 后念未蒙以前 那个时候啊 是什么一种状态呢 那个时候啊 就叫做大光明藏 那魅启心没动念的时候 就是中风三十系列里面讲的 在一念未蒙以前 如果你当下能够觉悟 你就入了大光明藏 极乐世界啊 称为是长寂光土 这是啊 这是科学家讲的 那个空间 与空间之间的裂缝啊 那么 假如我们能够啊 保持念头不动 大光明藏啊 就得延续啊 那么自信光明 会圆满的现前 整个宇宙啊 它是大光明啊 这个是信德的光辉 这种光明 我们呢 现代话说磁场 或者是气氛 你得到的受用 可惜啊 我们心念头定不下来 心呢 总是在动 啊 所以啊 就念念成行啊 念念呢 都有这些宇宙啊 所以 起心动念啊 佛法里称为啊 这叫无明啊 无明 就是不觉悟啊 明就是觉悟啊 无明就是不觉悟 不觉悟的样子是什么呢 是动向 无明动向啊 动向里头呢 啊 就会产生啊 见分和相分 见分 就是精神 相分 就是物质 所以宇宙里面 物质 世界和精神世界 通通都是啊 心动 而产生的 那么这种 动啊 非常非常的威胁 而且啊 怎么样子 从来都没有 停得下来 我们凡夫啊 没办法觉察 啊 根本觉察不出来啊 我们的念头啊 是一个念头起 一个念头密 念念相续啊 那谁能够觉察出这种境界呢 《华严经》上讲啊 八地菩萨 可以见到 他能够见到啊 念头的 生命 所以能看见啊 宇宙的 生命的真相 也就是说 他的心 极其的威胁啊 能见到呢 这是天文学家算出来的 空间的最小的 布朗克尺度 十的负十三十三次方厘米 以及时间的最小值 十的负十三次方秒 八地菩萨 看得清楚 这种境界 《华严经》上面啊 你看十地品 第二十六 有一段话 是讲到八地菩萨的境界 观世间成 观世间坏 由此业己 故成 由此业尽 故灭 几时成 几时坏 几时成住 几时坏住 皆如时之 这里讲到啊 整个宇宙啊 他的成住坏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时成的 几时坏的呢 几时生的 几时灭的呢 《仁烟经》上讲的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念念成行 念起 则宇宙生啊 念灭 则宇宙灭 而念念呢 相续啊 他的速度啊 快到啊 一秒钟啊 一千二百八十兆 居然 逃不过 八地菩萨的眼睛 你想想 八地菩萨 是什么样子的 一种啊 境界 心 静到极处 所谓啊 静集 光通达 他长处在 大光明藏 长记光土当中 能看到啊 现在天文学家里面 所想象的 所谓的 空间裂缝 啊 那么 华言经 到了末后 散财童子 五十三餐 当 散财童子 参访到 雌行 童女的时候 这也是 为发生大事 五十三位 散之时 通通都是 发生大事 雌行 童女 也给他有 类似的 开始 那么我们把 经文呢 也念一念 智眼 无益 普观 法界 会心 广大 犹如 虚空 一切 境界 皆 现 细界 明鉴 或 无外地 大光明藏 所以 散财童子 在这里 参访到 雌行 童女 雌行 童女 是这样 告诉她的 这是 把自己的境界 自己的修学 状况 教导散财 智眼 无益 无益 是没有障碍 用 智慧之眼 来 观察 法界 也就是观察 宇宙 所以能见到 宇宙的 真实相 那么 会心 广大 这是这样的 智慧心 广大呢 大到什么程度呢 所谓 心包 太虚 亮周 杀戒 实际上 这是事实啊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念 是创造我们宇宙的本源 本体 当然是心包 太虚 亮周 杀戒 当然是变一切处 它跟宇宙本来就是一 不是二 那么这个心 能见 能知 具有见闻觉知的功能 所以心所现的境界 当然 它都能见 能知 所以一切境界 细界明见 境界是所见 心是能见 能见和所见不二 一如 这种境界 所以是祸无碍地 大光明障 它真得到了大光明障 因此 它能够见到真相 科学家们还捉摸不定的这些难题 在他们的眼中 那是小儿科 很可惜 科学家们 都没有认真 去学习华严经 假如他们要是认真 学习华严经 这一定 对他们的科研工作 会带来 非常大的指导作用 那么这里 我们 就是 介绍完 第六个方面 宇宙的基本例子 概括起来说 真的 如佛经所讲的 宇宙里 真是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只有震动而已 这就是贤理论 它的中心 结论 那么贤理论 现在已经被 普遍 接受 科学家们 也都 完全 认同 这也是 最具权威的 一个理论 那么下来 我们来 分享 第七个方面的 专题 这是讲到 超具作用 和全息理论 那么这也是 在探讨 宇宙的 最终极的问题 宇宙怎么来的 在1982年 巴黎大学 有一位物理学家 叫做阿斯派克特 Alan Aspect 那么他领导了一个 研究小组 进行了一项 被称为是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实验 那么阿斯派克特 博士 跟他们的小组发现 在特定的情况下 次原子的粒子 例如像电子 当同时向反方向 发射的时候 那么在两个电子 运动的时候 他们互相之间 可以传递信息 而且 不管他们彼此 相距有多远 他们的 这个传递的信息 的速度 是惊人的快速 好像是同时的 好像是彼此之间 没有了距离 比方说 他们是相隔十尺 或者是十万万公里 这么远的距离 不论是距离 长达 他们之间发射的信息 几乎是同时的 当其中一个电子 改变运动方式的时候 另一个电子 也会被影响 也同时会改变运动的方向 那么这个观察 就推翻了 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 他所建立的前提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前提假设 是光速 是宇宙当中的 极限速度 也就是说 没有比光速再高的速度 但是这个实验 证明有超光速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信息 从一个电子发射出来 到另外一个电子身上 无论相隔多远 几乎是同时 信息能够到达对方 证明 它这个速度 肯定是超光速的 比光速传递还要快速 是信息传递速度 那么有超光速的存在 也意味着 这个距离 本身也是一种假象 是有超距离的现象 对 所以 当距离空间 不是一个真实的实体 它的信息 才有可能 立即 从一头 传递到另一头 那么 如何来解释 这种 所谓超距作用的 现象呢 就是超距离的现象 伦敦大学 著名的物理学家 大卫波姆 David 波姆 那么他呢 提出啊 一种 所谓的 全息理论 他的理论呢 主要是讲到 说尽管呢 我们这个宇宙啊 看起来 好像是很坚实 好像真有 实际上啊 他只是一个幻象 他只是一个呢 巨大 而且是呢 细节丰富的 全像摄影 相片 这是全息照片 全息照片 英文叫Hologram 那么 全息照片 他的工作原理啊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那么现在已经啊 发明了这种啊 照相的技术 那我们来啊 看一下 这个全息照片的光路图 那么 当一个激光器 你看从左下角 射出一道啊 雷射光 它会啊 通过啊 一个分光镜 那么这个标号一啊 是他刚刚射出的一个 雷射光一束 这个激光 通过分光镜呢 分成两道 一道呢 会被风光镜啊 折射 就是折回来 90度 射到一个反射镜上 有反射镜呢 在折射啊 射到物体 这个身上 那么物体呢 接受了这道激光之后啊 由于物体自身 他的反射镜上 就呢 把这个光啊 又 反射到啊 一个感光板上面 这个感光板就是 这个全息照片的底片 这是其中一条光束的路线 那另一条光束呢 就是看到第二 第二条 穿过了分光镜以后啊 继续往前直射 射到了反射镜上 做一个折射 就射到了同一个 那个感光板 就是这个向底啊 在同一点上 也就是呢 它是有两道 这个雷射光啊 在不同的方向 所产生的 这个感光相片 那么当这个相片 拍下来以后啊 它会有一种啊 现象 就是呢 这个当你用啊 因为这个感光片呢 必须要用雷射激光啊 来照它 照射它呢 它才能显现象 那么当你呢 用雷射光去照的时候 它比如说 现一个人体的样子 或者现一个 一朵玫瑰 那么你要把这个感光板 或者是向底啊 切成两半 分成两半之后呢 又用雷射光去照呢 发现呢 这两半呢 每一半呢 都有一个完整的像 这物体是完整的 那无论你去怎么样 切割这个底片 你分得很细很细 一份份的 每一份里面呢 都有一个完整的像 这就是啊 全息照相的原理 那么波姆啊 他认为 这个宇宙啊 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这个很大的全像像片 宇宙中每一部分啊 每一点 小至基本威力 大至星球 都涵盖着整个宇宙的全信息 也就是华言讲的 一朵相容啊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这个意思呢 留待明天呢 继续跟大家报告 好 今天讲的有不妥之处 请各位大德 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